好 再来看林亚彤跟王妃离婚之后 她是走进大陆校园跟学生对谈 那么她也首度谈到达最关心的离婚原因 林亚彤说 外界所传的所有版本都是错的 她跟王妃的爱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予跟付出 更感叹地说 难道现代人都不懂爱情了吗 有一百个版本的故事 我也翻阅了一些 我想说其实大家无需猜测了 没有一个版本是正确的变化 小兔开口谈离婚 林亚彤气定神闲很难定 按既定行程走进校园 和大陆学生谈青春 当然少不了爱情 对于连日来的流言蜚语 什么外遇投资失利婆媳不合 林亚彤用简单两字带过 我们的爱情之所以让这么多人看不懂 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复杂 而恰恰是因为它非常的简单 简单的就像爱的最本出的本质一样 爱是要给予和付出的 现在这么多人都不懂爱情了吗 给予和付出多少泄露了 两人之间的问题贞结 就像呼应李亚彭的微博留言 他要的是一个家庭 王妃注定是一个传奇 但毕竟这是娱乐圈的大事 不止婚变原因众说纷纭 甚至现在还传出是假离婚 两人缺内好友 纷纷成了媒体求证的目标 不过新疆乌鲁木齐法院 证实非朋友已按正常程序 办妥离婚手续 爱情也简单地画下句点 总体新闻综合报导